却说那女蛙是炼石补天之时 炼成高十二丈 剑方二十四丈大的丸石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那蛙黄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单单剩下一块被用 岂在青耿风向 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 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 才有了一部石头计 五天玩时 既是贾宝玉的前身 也是曹雪芹的紫玉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 前夕星际月光如喜 漏以三转 由徘徘于同见之下 尽为风露所欺 作清劳辅主 又肤浅师而问妾 兼以仙力并真轻墨迹见此 亦和惠爱之身也 在这封短信里 探春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生病的原因 感谢哥哥的探视和礼物 之后他建议 既处于大观园的美景之间 为何不见一个施舍呢 这篇漂亮的短信 写得轻力流转 眷勇绝尘 可谓文如其人 探春是贾府 圆营探西四姐妹中的三姑娘 在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眼中 探春 削尖细腰 长挑身材 鸭蛋脸 俊艳修眉 顾盼神飞 文采精华 简直忘俗 贾连的跟班心儿 在同游氏姐妹说起探春时 也有着精彩的描绘 三姑娘的魂名叫玫瑰花 又红又香 无人不爱的 只是有刺扎手 《红楼墓》里面有大族人 有那种理性人物 感性人物 探春就属于那个 也是非常理性的人 跟宝钗 好友一比两个人 最后宝玉出家了 他们一家人乱成一团 哭得哭得 他回来了 远嫁以后回来 就跟王夫人说 大家要看开 19年 当他没有这个人了 都没办法 很理性的 在《红楼梦》中 探春不仅美丽 理性 而且有见识 敢担当 那是荣国府大老爷 贾宝玉的伯父 贾舍 突然起义 要将贾母的大丫鬟鸳鸯 纳为小妾 尽管贾舍多番利诱和威逼 鸳鸯宁死不从 并当着贾母和荣国府 一众人等 简发明智 贾母听了 气得浑身打颤 口内只说 我通共剩了 这么一个可靠的人 他们还要来算计 因见王夫人在旁 便向王夫人道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 外头孝顺 暗地里盘算我 有好东西也来要 有好人也来要 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还一眼 在场的薛姨妈 王熙凤等人 见贾母圣怒 一时也都静若寒蝉 探春等晚辈 本已在鸳鸯 始至不嫁时 便由大嫂 李丸带了出去 却只见探春 毅然反身走入室内 以欺不成诗的敏捷财思 向贾母道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 老太太想一想 也有大白子的事 小婶子如何知道 探春的话 立竿见影 贾母马上笑道 可是我老糊涂了 结果 因鸳鸯不从 贾母无异 假设那鸳鸯为妾的打算 落了空 浴室有担当的探春 用婉转悦耳 举重若亲的二十几个字 干净利落地化解了 这场疾风咒语 探春秀外惠中 但她也有 与生俱来的短板 竖出 她与贾宝玉 同父异母 是宝玉父亲贾正与其小妾赵姨娘的亲生女儿 这个身份 就像一块磨不去的人静皆知的烙印 全书中 首次提到探春 是棱子兴演说荣国府 棱子兴说道 三小姐正老爷述出 名探春 探春也一样 什么各方面都很好 就有一个地方不能说述出的 我们如果寻着尴尬这两个字去看 每一个人都尴尬 林黛玉 林黛玉尴尬 薛宝钗难道不尴尬吗 掀起红盖头的时候 她说这个人是谁 贾宝玉说这个人是谁 不是林妹妹吗 那她不尴尬吗 那尴尬得不得了 《红楼梦》就很擅长设计 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的处境 假设的夫人行夫人 她的老公这个胡子都花白了 还要娶一个小老婆 叫她去讲尴尬 所以那个处境设计的好 是小说成功的第二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人物塑造设定 定义清楚 探春刚刚代理荣国府家政 探春的生母 赵姨娘便来找她麻烦 你如今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如今你舅舅死了 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 难道太太就不依你 探春被气得脸色发白 哭问道 谁是我舅舅 我舅舅早生了九省的检点了 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 我到素西按理尊敬 怎么进出这些情绩来了 在赵姨娘的心中呢 她是总存有了一分母嫔 女贵的这样一种心态 她对这个探春呢 她又怕 但是呢又想依赖她 然后依赖不成呢 她又是有一种怨恨 一种抱怨 她极端的时候呢 先至于是希望她的女儿 要像银村一样的 以后要遭遇婚姻不幸 有人说探春不认亲舅舅 是妄本 但无可否认 探春刚刚离家 凡事秉公处理 才是大器的决断 否则恐怕威妄尽失 耐人寻味的是 曹雪贤的爷爷 曾一度铸造曹家 在江南无上辉煌的曹寅 也曾面临与探春 几乎同样的窘境 因为曹寅本人也是庶出 但与探春根本不同的是 曹寅的生母 曹写得如夫人故事 出自江南的书香名门 曹寅深爱自己的生母 而且很可能正是故事 为曹家注入了文学和艺术的基因 曹寅是在其父曹喜之后 担任江宁制造的曹家第二人 但他绝不是简单地自己复制 因与康熙帝年龄相发 曹寅同年时被选为康熙的半读 曹寅的好友纳兰幸德 曾撰文提到 每当康熙在学习中犯错 老师不能责罚皇帝 于是便责罚曹寅以示博程 几年下来 曹寅替康熙挨了不少板子 1669年 15岁的康熙冒着巨大的风险 依靠身边的一群少年侍卫 突然勤拿了一手遮天的顾命大臣敖拜 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 这次行动本该载入实测 但由于行动类似公平政变 康熙一下灰烟 曹寅本人 有可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红楼梦》中的焦大喊道 你祖宗九死一生 正下这个家业 的确 假如秦拿敖拜不成 曹家灭门残阔 也是可期的 1679年 也就是康熙十八年 曹寅生母 故事的足兄 顾景兴 来北京 应考博学红磁科 应考的一百多人 都是经各地官员推荐的 学识和声望俱佳的大辱 顾景兴 自赤方 是明目清楚的大学者 顾景兴到北京时 刚刚21岁的曹寅 作为正五品御前侍卫 引到了这一百多位大辱 觐见康熙 顾景兴到了北京之后 他跟曹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互动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好 他们常常什么东西呢 两个人谈诗论文 就骑得马出城 谈到说城门 那个宫禁都快要关了 才急急地赶回来 与顾景兴这位足旧在一起 每每唤起曹寅 对造势生母的怀念 顾景兴也是非常喜爱 这个年少有为的晚辈 曹寅早年便有神童之欲 此时在顾景兴眼中 若观之年的曹寅 更是临风玉树 坦若惨花 在之后的诗文中 顾景兴常常以吴子卿 来指代曹寅 曹寅自子卿 吴子卿便先当于我家曹寅 顾景兴还多次作诗撰文 用典故影射曹寅 与他本人的深旧关系 深以曹寅而自豪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文章里面看不到 刚开始的时候 看不到曹寅叫顾景兴 叫舅舅 因为他有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他是妾生子 就是他是素子 那么当时他爸爸还在 他的嫡母都还在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 敢把这个舅舅拉过来 到了康熙37年吧 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 然后他已经接了家长 他接家长是皇帝直接命令 因为皇帝并不是要一个血统 最好的人来当曹家的家长 而是要曹家最有人力的人 来帮他做服务 那么即使他的嫡母还在 但是这时候他比较有底气 所以他就帮他的生母 得到了一个封证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敢 就是在文章里面 称呼顾景兴叫舅舅 三十七年帮他的母亲 得到封证 那么三十八年 在写文章的时候 在这篇文章里面 三度叫自己的 就是足舅叫舅舅 三乎其名叫舅 无救 可惜 顾景兴已于十余年前过世 没有能听到这样一声 久违了的呼唤 打造一个看似美好的大观园 是《红楼梦》的一大艺术成就 宝玉的姐姐元春 于早年入宫 孤一日 家府双喜临门 元春 敬封 凤枣公尚书 家封 贤德飞 接下来 皇帝下旨 非平贵气 凡有 凡有 重与别院之家 可以 驻碧 官房者 准许迎接 非平 省亲 于是 甲府 大兴土木 迎建 省亲别院 迎接 元春回家 元非 元非 省亲 标志着甲府 及四大家族 进入鼎盛时期 同时 曹雪芹 以浓墨重彩 描绘元非省亲 很可能 也是对曹家 四次接驾 这一家族荣耀的缅怀 当省亲的元春 来到这座 耗费无尽财力 打造的元陵 不禁凯叹 太奢华过费了 但他也复诗道 天上人间 诸锦卫 方元依赐 大官名 大官元之名 由此确立 探春 满心欢喜地迎接着 这个甲府的圣事 他写下了动人的诗句 诸玉自应传圣事 神仙和姓下摇台 名媛一字 腰有赏 为许凡人 到此来 曹雪芹的写的大官元 我认为就是写的三山五元 三山是哪三山呢 最远的是香山 第二座山是玉泉山 第三座山是一和元的万寿山 五元呢 就是香山的靖怡元 那个玉泉山的靖茗元 还有康熙去世的畅春元 还有赐给雍正当皇子的赐给他的元明元 还有一个是清一远就是一和元 曹家曹雍一年的丰路才一百五十两银子 能够有这么一个大官员 那是不可能的 他写的就是皇家的元领 他成丁以后 根据满清的制度 他必须要在内府来当差 他熟悉皇宫里面的生活 也熟悉京城以外皇家园林 醒清之后 元春命宝玉和姐妹们搬入园中居住 大官员就是有情之天下的体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官员里头有一群 明亮 活泼 聪明 智慧 这个热烈有情的女孩子 女儿 一群女儿 林黛玉 这个秦文 等等等等方官 这也一批 贾宝玉和林黛玉 躺在一个床上 两人说话逗趣 这个打打闹闹 这个就是有情之天下 林冠花强 这也是有情之天下 大官员中 既有四十美景 又有才子家人 却绝非桃花园和理想国 因为曹雪芹将人世间的矛盾和恩怨也都如实卸尽了大官员 那个中秋夜 他们在土壁山上闪月 贾宝不肯去睡觉 这个有风露下来 他呸个斗篷 不肯 他不肯散 他知道天下没有不肯散 他知道天下没有不肯散的演习 月亮圆了走过会亏的 听那个笛子一上来 伤感起来了 伤感起来了 为什么突然间伤感 感觉到明明中他们家族都明明快到了 后来他就蒙蒙蒙的睡去 睁开一看 像黛玉啊 湘芸啊 他们撑不住都走了 好得走了 探春守在那里 所以他这个家族 他想撑起来这个家的 目睹贾府的男人们 都是安抚尊荣 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 探春说过 我但凡是个男人 可以出得去 我早走了 立出一番事业来 那时自有一番道理 假如家府由探春这样 兼有学识才干和担当的人来掌舵 四大家族的末日是否会推迟 仿佛要回答这个问题 探春迎来了一次机遇 《红楼梦》第55回 因荣国府总经理王熙凤生病 探春与薛宝钗 加上宝玉的寡嫂李丸 被安排暂时管理荣国府和大官员 三人中李丸是尚得不尚财的 宝钗又非假是子孙 所以探春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关键人物 探春一行人 在大官员中被称作议事厅的三间小花厅里办公 众人本以为探春不过是个未出规格的年轻小姐 且素日也最平和甜淡 还好 几件事过手 建决探春 精细处无让凤解 探春首先隔除了宝玉等公子上学吃点心买纸笔的银子 还有园中姑娘们的一些脂粉钱等等 因为这些费用都是重复投资 更重要的是探春对大官员里的诸多田母竹林和池塘实行承包制 由熟悉耕作老实可靠的仆人们承包 这样一来 每年不仅可以省去专人管理 还能够向贾府持续供应鲜花蔬果等一应实现 探春打算通过承包制 每年从大官员生出四五百两银子的收益 如果我们把探春上任一时便推出的几项政策 称作探春维新的话 这场短暂的维新起初还是颇有声势的 然而像贾宝玉这一类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拿探春维新只当作一件有趣的事情来看 宝玉对戴玉说 三丫头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 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 意思是说 探春首先拿王熙凤和宝玉开刀 杀衣紧摆 戴玉回答说 要这样才好 咱们也太废了 如今若不省俭 与之后手不接 宝玉笑道 凭他怎么后手不接 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在探春代理荣国府之前 大官员中各式各样的矛盾依然不少 大官员实行承包治后 承包人与非承包人之间的大小纠纷 逗然增多 期间还发生了盗窃等刑事案件 那么探春的理荣和王熙凤的理荣是不一样的 王熙凤的理荣主要是为了中保个人私囊 因为这个抄家的时候 王熙凤有五七万金 就是他积累下来的钱 个人通过李家积累下来的钱 折合现在是一两千万 而探春李家完全是无私的 尽管他技高一筹 但是实际上也没法挽回这个大家族 毁灭这个灭亡的这样一个命运 所以作家就说了那样一句话 生于末世 运偏消 除了内部矛盾 贾府要应对的还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各种危机 别的不说 仅打秋风一向 上门来的不仅仅是刘老了 还有想吃唐僧肉的各种势力 在《红楼梦》第七十二回 贾连说道 这一起外遂何日是了 左周太监来 张口一千两 我略阴慢了些 他就不自在 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多着呢 连续不断而又无法回绝的大秋风 正是曹雪芹祖上担任江宁制造时 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因江南自古覆数 皇亲国期都把江宁制造和苏州杭州制造 当成了江南办事处 要钱 要物 要人 肆无忌惮 成为江宁制造 巨大亏空的原因之一 重重压力之下 挑战面前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仍在努力保有一颗正直之心 一七零四年 备受康熙信任的曹寅 兼任了两淮巡言御史 之后十余年 这个职位 基本上由曹寅和他的内兄李旭 轮流把持 两淮巡言御史的权力 覆盖华中与华东 每年向蜻蜓缴纳 二百五十万两白银的税收 占到了蜻蜓延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有趣的是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 便是巡言御史 曹寅刚刚接受严正 便发现其中击毙甚多 一度奏民康熙 请求改革严正 却被康熙喝止 曹寅也想为皇帝多做一点事 也想进行一些 腐朽制度的一些变革 那康熙就跟他说了 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说呢 你对各地的总督巡抚 你要多加留心 有什么情况 你要监督他们 向我随时来汇报 1705年 南群的康熙地 再次铸臂江宁之道书 这时 南京的一位清官 江宁之府陈彭年 被他的上司陷害 已收入狱中 曹寅原本与陈彭年 绝无死交 但为了营救这位清官 曹寅在康熙面前 叩头弃阙 历数陈彭年无罪 陈大人的冤枉啊 康熙一时惆怅 是应当相信曹寅 这个多年来的忠实小跟班 还是相信那位 将陈彭年打入监牢的 满足清贵 有意见 曹寅的幼子 从不远处嬉笑跑过 康熙喝止了 正要驱赶 这个任性小儿的曹寅 和众侍卫 把曹府招到身边逗弄 仿佛不经意见 康熙问道 孩子 你们江宁有好官吗 曹府答道 有啊 大家都说 陈之府是好官 有了这次巧遇和对话 驾之康熙的明察暗访 陈彭年得以官赴原职 谢主隆恩 之后 陈彭年还担任了 清廷河道总督 六十岁时 他基于老乘籍 死在黄河河坊的工地上 成就了一生的清誉 后世 郭沫若先生 曾为陈彭年赴诗 一时天下旺 万古调中真 曹寅擅长写戏 他能写部一个很好的一部戏 叫旭皮疤 旭皮疤 曹寅就自己化妆成曹操啊 但是他化的曹操 不是尖白脸了 是个英雄的形象 以后我们的文化大家 郭沫若 才给曹操来翻案呢 毛泽东 也很赞赏 给曹操来翻案呢 在当时曹家的 曹寅 他一眼续皮疤 他一眼曹操 不化个尖白脸 是个英雄人物 这也是不得了的一种见识 这种夹缝 也是曹学琴 文化积淀的一大原因 然而 仅仅凭着陈彭年和曹寅 这样的好官清官 就可以挽回一个封建王朝 滑向衰亡的车轮吗 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陈彭年和曹寅 已是竭尽全力 在红楼梦中 探春为新收场之快 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那天 小丫鬟傻大姐 在大官园里 捡到了一个 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 春宫画的香囊 恰巧被刑夫人撞见 贾府标榜自己是失礼世家 商风败俗的绣春囊 无疑是贾府不能容忍的 刑夫人是贾舍的夫人 贾舍一家 不太受贾母的待见 因此 刑夫人正好借绣春囊 向王夫人和王熙凤发难 王夫人看到绣春囊后 气得发昏 又经不住随之前来的 刑夫人陪房 王善宝家的忽悠 也就认可了 王善宝家的逻辑 想来谁有这个 断不单有这个 自然还有别的 那时翻出别的来 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 于是 王夫人令王善宝家的打先锋 裹挟着王熙凤 当晚院门一关 便逐户查检大官员 探春原本是 荣国府家政的代理负责人 在王夫人不经意的安排之下 一转眼成为被查抄的对象 待一干人 查到探春所在的秋爽斋 谁知早有人抱于探春了 探春随命众丫鬟 屏逐开门而待 一时众人来了 探春顾问 何事 凤姐笑道 因丢了一件东西 连日仿查不出人来 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 所以大家搜一搜 使人去疑 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 探春笑道 我们的丫头 自然都是些贼 我就是头一个窝主 既如此 先来搜我的香柜 他们所偷了来的 都交给我藏着呢 探春咄咄逼人 王熙凤步步退让 探春不禁说道 你们别忙 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 一时是杀不死的 这可是古人说的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必须先从家里 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呢 说着 不觉流下泪来 在这样的阵势下 抄家先锋 王善宝家的人不时去 心想探春是树出 他敢怎么着 于是竟上前 拉起探春的衣巾 故意一掀 嬉戏地笑道 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 果然没有什么 一语未了 只听啪的一声 王家的脸上 早拙了探春一巴掌 探春 指着王家的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 你又有几岁年纪 叫你一声妈妈 你就苟杖人士 天天作号 在我们跟见成脸 面对被赶出门外 仍嘟嘟囔囔 说要回老娘家去的 王善宝家的 探春 喝命自己的丫鬟道 你们听着她说话 还等我和她 伴嘴去不成 侍书听说 便出去说道 你果然回老娘家去 倒是我们的造化了 只怕你舍不得去 凤姐笑道 好丫头 真是有其主 必有其仆 抄检大官员 草草收场 探春为心 也不了了之 不久后 探春便由父亲贾政作主 远嫁官宦子弟 离开了大官园 贾母因探春的离去 而流下了眼泪 宝玉 听说妹妹 宝玉听说妹妹远嫁 阿鸦的一声 哭倒在炕上 却无可奈何 红楼梦第五回中 有一首曲子 专为探春而作 从今分两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奴去也 莫牵连 枝燕摘疲道 探青 声口如文 至此 贾府 袁迎探西 四姐妹的结局 已然明了 除探春远嫁 贵妃 袁春 空逝 欲示贾府 大陷将至 老师的迎春 嫁了一个中山郎丈夫 对迎春非骂几打 迎春命悬一现 西春年纪不大 却是大观园中 最有绘画天分的人 只因生在 只有两个石狮子 干净的宁国府 看到了太多的家族丑恶 早已萌生了 出家的念头 更加可悲的是 袁迎探西 这几位诗画美女 恐怕全然 没有爱情经历 尽管在那个年代 他们一定 自小便读过 《观观居究》 《在河之中》 这首古老的情诗 但爱情 对他们来说 却是封建伦理下的禁忌 从这一点来看 他们比为爱而生 因爱而死的 林黛玉更加不幸 园迎探西 这四位贵族姐妹的命运 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 在那个千红一枯 万艳同碑的时代 如香陵 秦文 鸳鸯 还有红楼二游 这般千千万万个 普通女子 会有怎样的不幸 他们都生于末世 因此最后都归入了 博命司 我们不只从 单个的人物 而且从这个人物的 系列当中 看出了这个世道 这个社会 它这个没落的趋势 是不可挽回的了 曹雪芹打造的这座 有着四十美景 和如花美眷的大观园 竟是如此脆弱 待大观园中的人 死的死 架的架 牵的牵 尤氏和王熙凤 又相继在园子里 撞到了鬼怪 这座庞大的园林 已经荒芜 接下来 虽然贾府请道士 驱邪逐腰 但大观园 已无人再敢居住 不久后 贾府终于迎来了 锦衣军 真正的抄家 大观园 不可能独立地存在 它离不开 封建社会的群食 你吃 喝 穿 用 离不开别人 因此作者曹雪芹 虽然新银故建了这样一个女儿国 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地 让这个女儿国最后毁灭掉 抄家是曹雪芹少年时代 在南京亲身经历过的 1712年 曹雪芹的祖父曹银 突换虐己去世 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破败之路 《红楼梦》第十三回 秦可卿给王七凤托梦时说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 亦将百载 一日躺货乐极生悲 若赢了那句 数道活孙饭的俗语 岂不虚称了 一世诗书救足了 职业宅再次批道 数道活孙饭之语 今犹在儿 屈至三十五年已 伤在命不痛上 据说 曹银生前便常在儿孙面前 说起数道活孙饭 诗歌三十余载 当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棋营里 写作《红楼梦》时 繁华一似烟云过眼 而他自少年青年时代遇到的几位女性 却在心底越来越清晰 正如他在第一回写下的 虎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一一细考教训 绝其行止见识 接出我之上 我堂堂虚伪 成不若比群差 当时中国历史上 几部经典的唱篇小说 毅然诞生 包括《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可惜这些小说中 优秀的女性形象少而又少 这太不公平了 后来我说 《红楼梦》的作者 通过这样一些生动的精彩的描写 表达了作者曹小琴的 那种人文情怀 以及他对美德混乱的一种不耐 和一种悲愤 我曾经打了一个不恰恰的比方 我说鲁迅先生的《广日记》 最后喊出的是 救救孩子 我说曹小琴的《红楼梦》 最后喊出的是救救女儿 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女性 都是男性作家写出来的 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 这是托尔斯带写出来的 比如说俄国有所谓 图克涅夫女性之说 因为图克涅夫写了一些很理想的 特别优美的那种女性 恰恰由于男性 由于他很自然的 他会对女性有一种兴趣 有一种爱慕 有一种注意 所以他写的时候 带有一种男性的理想主义 曹小琴呢 他其实写的男性也不少 写的也很生动 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写这些男性人物的时候呢 他缺少一种写女性人物的时候呢 那种欣赏和恋爱的态度 所以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 然规格中历历有人 万不可使其泯灭也 有赖于曹雪芹的天才创作 两个半世纪以来 美当人们阅读《红楼梦》 一系列优美生动的女性 仿佛月染至上 白玉 晴文 探春 相灵 他们的理想和追求 他们的喜怒与哀乐 都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永恒定格 这些不朽的艺术形象 同朱利叶 欧耶尼 安娜一样 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 欲欲生亏 《红楼梦》 《红楼梦》 我所举行 《红楼梦》 取逅 我所举行 鸿梦 我所举行 鸿梦 太空 鸿梦 鸿梦 太空 第十五《红楼梦》 《红楼梦》 就顾 水与我游戏 无水与踪 渺渺茫茫兮 归笔大黄 水与我游戏 无水与踪 渺渺茫茫兮 归笔大黄 归笔大黄 中文文雅